经常在网络平台上分享生活影片的朋友要注意了 因为上传的影片很可能会惹上著作全官司 东森热门节目奖量跨 这个星期特别邀请到美国资深律师王松峰案例说明 许多人在美国参加演唱会或球赛时 经常拍摄影片上传到网络与亲朋好友分享 不过美国资深律师王松峰表示 这样其实是违法的 有时候像我们去concert 或者是任何的演唱会 任何的球赛的时候 我们在买票或者是在concert开始 或者是concert在结束的时候 一定都会我们会有个协议书 就是说在任何我们不能re broadcast 不能重播任何这段任何的影片 如果华人朋友不小心将相关影片上传会发生什么事 资深律师王松峰也有深入分析 YouTube他会去抓这些影片 就是说你我去侵权到了别人的copyright制作权这样子 所以这时候往往我虽然认为说我自己是去录的 这是我的东西 但是YouTube他会把这些东西都给remove掉 都给拿掉 而财富人生本周特别请到 美国范园集团专家分析假期出游车嫌怎么办 当前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时候 你可以去加上这个保额 那当你就是说 当然是说前提是没有发生任何情况 那保险公司就是另外寄给你一个账单 就是你多买的服务 就有一个保险就对 丰富在美华人的旅游生活与法律常识 讲量话 本周六晚间八点起新闻台首播 周日同一时间超市无线台34.5频道播出 欢迎观众锁定 东西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